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那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24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阿里 我记得前几天我做了一期节目 叫季报揭示大厂为啥怪事多 经济低迷准备迎接大裁员 我这个节目做出之后 或许是巧了 我这节目里面介绍了 一季报几个大厂 阿里、京东、腾讯还有百度 这个互联网大厂一季报的一些情况 我在那个节目里面说了 阿里现在麻烦了 京东呢 某种程度上是回光仿照 节目做出没两天啊 你说巧不巧 现在市场上 关于京东、关于阿里的负面消息 一个接一个 京东是开始查考勤 开始管手机 一点都不像说一季度 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增长的这种大好势头 反而是那种 叫什么 合则而语啊 应该这么说 吃了药 昨天阿里 他的荣幸和吴庸敏啊 两个人联名发了一封信 给股东的一封信 说明什么呢 给人感觉啊 这些大厂非常焦虑啊 就像那秋后的蚂蚱一样 在乱蹦跌 但是呢 感觉也蹦跌不了几天 就这种感觉 或者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有点挨兵必胜的意思 5月23号啊 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4年财年的年报 财报发布时 正值阿里巴巴自我变革一周年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蔡中信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吴永敏 发出了第一封联合署名的制股东信 今天啊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这个阿里的掌舵人呢 他发的这个股东信 到底什么意思 透露了什么信号 他的背景是什么 阿里自我变革一周年啊 发了这个股东信 他的背景咱就不说了 经常看我节目的知道 这个是阿里 他在走下坡路 前有栏后有 前面有抖音电商 后面有拼多多 再后面还有京东 这个大混账 阿里的优势 一点一点的在流失 阿里自身啊 还有很多出血点 就他很多业务不赚钱 还在烧钱 核心业务 现在这个优势是逐步散失 其他的业务出血点 是越来越严重 如果说咱们按企业的生命周期啊 理论来说啊 一般的企业就是四个过程啊 善生期 高峰期 平稳期 也叫平台期啊 后面就是低潮期 那阿里现在是善生期吗 显然不是啊 15年前阿里是善生期 那阿里是高峰期吗 显然更不是 我想大家见过阿里 高光时刻的样子 那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阿里是平稳期吗 显然也不是 张勇在的那几年 叫平稳期 现在我告诉大家 阿里是叫低潮期 也就是下降 张勇指掌阿里 那几年阿里表面数字还不错 是一种表面繁荣 但实际上暗残凶险 危机四伏 外游拼得多 再看大环境 实际上是消费降级 阿里也堵错了方向 正好拼得多 又抓住了这个机会 绝地反击 阿里内部呢 刚才说了 贪大 可以说 把这个叫赢家通吃啊 阿里是玩到了极致 占着自己有现金流 有钱 各行各业他要进入 从社交媒体啊 从媒体到这个游戏啊 到甚至资本市场 就股市 股权投资 还有零售等等 就那个时期啊 看上去 阿里似乎很强壮 一切都很美好 实际上 病根啊 早就打下了 所以我说 阿里现在是低潮期 这个阿里的拥顿啊 阿里的粉丝 不要不服气 还有杭州粉 杭州炒方一族 都不要不服气 要接受这个现实 阿里现在是低潮期 低潮期什么意思啊 高峰期他有多风光 低潮期他就有多蓝背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 阿里的两位单家人 他通过这个 制股东的信 想给股东 透露什么信息 增进的投资者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在过去一个财年 对阿里巴巴来说 是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 我们都围绕 战略清晰与聚焦 做出了一系列 关键调整 他就是人生三问啊 第一个说阿里 我们是谁 叫阿里是谁 阿里的方向 就是如何执行 这个发展方向 关于阿里是谁 就是我是谁 这个股东性 是这么说的 他说阿里巴巴 拥有两大核心业务 电商和云计算 这个我们在 以前节目介绍了啊 他电商收入 只占大头 电商的利润 那是占绝对大头 阿里七个板块 只有电商是赚钱的 云计算也赚钱 但是一年 只有十多个亿 在阿里这个框架之下 输出鸡肋 我说从盈利规模来说啊 输出鸡肋 实质无畏 气质可惜 但是比其他板块强多了 因为其他的板块都在赔钱 所以他说两大核心业务 电商和云计算 实际上我跟你说啊 阿里只有一大核心业务 就是电商 把云计算 真拉硬拽的 把它算成核心业务 无非就是想 显得阿里的核心业务 不是那么孤单 你得跟京东拉开差距 跟拼多多也拉开差距 拼多多的核心业务 就是电商 京东的核心业务 也是电商 阿里如果也是电商 你看看 没有特色 所以我们还有个云计算 就看股东们承认不承认 认可不认可 他一年云计算 只有十多个亿的利润 他说作为中国消费经济的一部分 我们构建了一个 互联网平台的生态系统 旨在把握本地服务 通讯 搜索 及数字娱乐等领域的机遇 在电商领域 我们运营陶天集团 这个就不多说了 在云计算领域 我们的目标 是成为中国领先的 公共云基础设施 和平台技术提供商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广泛的能力 包括弹性计算 层储 承诺基础设施 安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从这个股东性 阿里是谁这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 要对那些亏损的业务 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该砍的要砍掉 那些支支漫漫 该减的要减掉 不能贪大求全 要收缩战略战线 要聚焦 所以我一直说 阿里巴巴今年 恐怕要大裁员 今年不裁 明年他就活不下去 要聚焦两大核心业务 我们再看 股东信说阿里的战略方向 他说我们公司的战略方向 选择了两条路径 作为公司的领导者 我们必须清晰的 阐明我们的方向 第一个战略是用户为先 得如我们拥有各个平台而言 用户是第一位的 这意味着 我们从经营宗旨 理念上都以用户为第一 在优先级来设计我们公司 经营目标和产品流程 他还说啊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人口 11亿用户 中国是全世界电子商务 渗透力最高的国家之一 电商越占消费者零售总额的28% 今天互联网上消费品供给十分丰富 品牌和商家想要脱颖而出 越来越需要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精准化 消费者营销服务 我们的用户为先战略 将保障在业务策略和产品设计中 将用户体验作为第一优先级 提升用户体验 将会提高用户流付流程和复购 这将为淘宝、添猫、闲鱼、飞猪、恶勒默、高德地图、速卖通 等平台上的商品和服务卖家提供最佳价值主张 因为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商家们可以找到最有活力、最细分、最高频的线上消费群体 好一个用户为先 大家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也很容易把它漏过了 实际上新的斩斗者是对阿里的创始人马云 以及后来的跟随者张勇 对他们的路线是一个重大的调整 你可以理解这是路线之争 跟梁山发展是一样的 王伦在梁山的时候 那是搞可持续发展 等到朝盖上梁山 等到松江上梁山 梁山的路线逐渐发生变化 最后是对抗光复 最后要走赵安 阿里的路线 他刚开始阿里起家的时候 他的口号是马云说的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很明显 他的服务对象是商家 这阿里的前身啊 就是淘宝 淘宝的前身 他或多或少跟他们黄业都有关系 这马云以前就是做黄业广告的嘛 黄业广告他面向的就是商家 这很多人对这个不了解 他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所以马云的口号是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很明显他对服务的对象是商家 那现在叫用户为先 你看看讨好商家变成讨好用户 为什么呢 因为京东和拼多多他都是讨好用户 尤其是拼多多 他就一招啊 叫紧退款 就让电商的被人诟病的退货啊 繁琐复杂 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他一招就化解了 就是紧退款 那用户你只要任何不爽 你可以把货退了 把人家把钱退给你 你看这个对商家十分不利 对卖家 但是这是对用户是叫极致体验 如果紧退款成为电商的主流的话 你阿里还死抱着 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还把用户排第二位 商家排第一位 那你说你不被淘汰 谁被淘汰啊 所以你看啊 蔡重信接替张勇之后 这一年首先阿里的路线发生变化 由服务于商家优先 变成服务用户优先 这个看似简单啊 实际上对阿里来说 这个是煽筋动骨啊 因为阿里他就是为商家服务的 想改没那么容易 所以他后面说了一堆必要性 就是什么用户服务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给商家提供 更有价值的用户群体 就这意思 这就说明阿里啊 还是既要又要 现在他还没有单机立断 说我只讨好用户 你商家得不起 是有点委屈 他现在是既要讨好用户 又要讨好商家 所以这叫左右手互搏啊 单断不断 必受其乱 所以我想啊 阿里虽然喊出了用户威胁 但是他这个执行啊 实际上说会大打折扣 因为他的理念还没搞清楚 他还在说什么用户好了 用户好 商家就好 从这就可以看出阿里的 这个纠结的心态 他说第二个战略方向 是聚焦人工智能 我们将AI作为改变和加速业务增长的最强大变量 他这个说的什么AI带来的这个颠覆 AI不会为旧的做事方式提供保护 我们每个业务都有大量的应用场景 然后说什么推动阿里云的增长 AI不会是一种威胁 而是作为突破性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的驱动力 将带来巨大机遇 如果不能跟上AI每天带来的持续而惊人的进步 我们就会被取代 从他这个战略方向聚焦人工智能 反正我没有看出这个阿里 他有什么能力 他有什么独特的资源 说聚焦人工智能 换句说法就是 阿里的两位掌舵人 自己都没想明白 他当然就说不明白 我不知道在人工智能这块阿里有什么优势 如果你说在人工智能应用上面 我把它应用到电商领域 这个没毛病 那它只是你的经营手段工具的提升 不改变你交易 电商说的出去是交易嘛 买卖嘛 你引入AI 那无非就是让买卖更加精准 或者叫提高了效率 这个并不能改变商业的本质 商业的本质就是让我高兴 我要掏钱 我要买单 我不高兴我就不买单 阿里说他要搞阿里云 因为人工智能蓬勃发展 那对云服务的需求就增大 那我们有机会 问题是他也没有说清楚 阿里云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 它有什么优势 特斯拉自动驾驶到时候会用阿里云吗 华为的自动驾驶 比亚迪 小米 他们会用阿里云吗 我不太清楚啊 你在人工智能这块 你要分配根 你分哪个根啊 哪个是你的优势啊 我理解的它的阿里云 本质上它的基本盘 还是淘天那些商家用阿里云 真正有影响力的公司 互联网公司 人家怎么会用阿里云呢 所以至少我没有看出 阿里在人工智能时代 他在阿里云跟人工智能 那个多大的一个市场 有什么前景 至少他这个股东性里面 没说清楚啊 然后他说他经营原则 他说我们在执行战略时 遵循以下经营原则 第一个要秉持长期主义 这个没毛病啊 长期主义啊 就是目光不要短前 跟咱们现在政府呼吁的 就耐心资本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长期主义 眼光稍微放长远 这个作为一个大公司啊 那是必须的 不能目光太短前 小公司可以 其次 他说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时 都要极度专注 目的明确 专注意味着我们 不会被无关紧要的事情 分散追隶 在决定什么是重要 或不重要的事情时 保持聚焦 在面临难选择时 不会情绪化 目的明确 意味着我们在做出决策时 都必须有充分坚实的理由 例如阿里云转向公共云优先 反映了我们在技术和规模方面的结构性优势 如此同时 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放弃了低利润项目业务的短期收入 实际上就是阿里要跟既要又要做斗争 你得放弃 学会做减法 他说最后我们向团队转达了一个明确方向 并通过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与他们保持目标一致 我们相信战略方向的透明度和公司领导人目标明确 会让团队更高效更快乐 我们制定与中长期战略目标 相一致的员工激励制度 这样让我们团队个人财富能根据业务表现有高度匹配的挂钩 这个就关于员工激励啊 从他的基因原则来说啊 一个是长期主义 第二个叫极度专注 第三个就是激励机制 那这一切实际上都指向了未来将要大刀阔斧的裁员 长期主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不赚钱的板块不能全裁掉 哪些未来还是有布局的这种价值的 恐怕还要部分的留下来 不能全卡 我们也要有点长远眼光 容忍目前的亏损 所以某些业务要保留一部分 极度专注 他要专注核心业务 他自己说的一个是电商 一个是阿里云 要专注这两个业务 所以其他的那不就得砍掉吗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些老板说话的意思啊 他没有说全面发展嘛 第三个说了 给员工的利益激励 既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是不行的 员工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要一致 这样大家才有干劲 那言下之意 如何不提高人力成本的情况下 让员工感觉自己拿多了 自己待遇不错 那就是把那永元给裁掉 本来他是十个人 现在才的只剩六个人 那六个人 十个人的工资 那大家待遇就高了 大家干劲就大了 把那些亏本的 那些不盈利的业务给他砍掉 他后面说啊 什么资本管理 说2024年阿里巴巴 创造了216亿美元的 自由现金流 管理层有责任决定 我们如何配置现金 实现股东 价值最大化 这个咱就不说了啊 就是说阿里呀 他的焦虑 不是说他先进流不够 不是说他金链断裂 爆雷 不是的 他每年还有大量的先进流 他的焦虑是未来 他的收入不增长 他的市场份额在下降 他的焦虑是 整个电商行业 移动互联网 他的头部效应 就是说 移动互联网行业 电商行业 他只能有一家独大 老二苟延残船 老三就是随时准备进ICU 老大老二只要一打架 老三立马就急救 大家仔细琢磨 移动互联网和电商领域 就这么个现状 所以都想去做老大 那你看看阿里 现在还能做老大吗 他的核心业务电商 这就是他焦虑的地方 什么时候抖音 给拼多多打起来了 阿里是第一个倒霉 肉眼可见的衰落 用户突然一夜之间没有了 互联网就是这样 用户用缴投票 非常方便 非常容易 你那个应用 你的电商业务 你APP 这个公司 不要有迷之自信 不要以为你那个 年薪有多大 用户要抛弃 也是一夜之间的事 这就是这些大佬焦虑的地方 经常看我节目的知道 我经常给大家说 作为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董事长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第一担心的是增长 我今年要跟董事会 讲个什么故事 让大家相信我 今年业绩要涨 你看 所以阿里巴巴的中信 吴永敏 他在联合发一封 制股东的信啊 要告诉股东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会增长 他们为这个焦虑 这个跟你公司大小 没有关系 跟你公司在什么时期 关系也不大 你公司在高峰期 那你这个信 你跟股东讲的故事 人家更容易接受 你随便说人家就信了 但你公司进入平台期的时候 你说股东 投资者 他就得考虑考虑 选择信还是不信 但你公司进入下降期的时候 你讲的故事 人家就会打个问号 质疑你 你能做得到吗 不管是阿里啊 也不管是京东 连特斯拉 苹果 英伟达 都一样 他们财报一发出 马上就接受人家质询 人家就打电话问他 你下个季度怎么样 你能不能保持这个增长速度 明年怎么样 那你说 作为英伟达的老板 作为这个特斯拉老板 他们就得面对这样的问题 他们就得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 来告诉投资者 我们明年还有增长 苹果面临的就这问题 那你说你还增长 你哪个增长 份额增长吗 还是你苹果卖家增长 这张份额 你苹果在下降 底在哪里 会下降到什么地步 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产品出来 这就是这些大厂 他们都面临着问题 所以我说 这些大厂 现在困难 焦虑 不是说他没钱 他现金流还多得很 据我了解 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 墨墨 他被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他的钱多到什么地步 好像他的现金比他市值还大 这公司穷的只剩下钱了 但是得不到投资的认可 你惯有钱也什么用 难道你是开银行吗 你开银行的就是银行的固执 你不是个高科技公司 银行的固执不高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很多奇怪现象 就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 他现金比他市值还大 就是他最占面的现金 当然这样的企业 防止被别人收购 别人把他一收购 那现金就是别人的 这个车远了 就是说大家记住了 说阿里不行了 说这个京东走下坡路 不是说他们发不出工资了 工资照样罚 奖金照样罚 但是他们的老板比谁都焦虑 就这一条 阿里要从为商家服务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转向为用户服务 用户优先 就这一条 就够他掉一身皮的 煽金动骨 这是思想的转变 大家想一下前不久 是不是阿里抓了一个小二 那个小二一年能贪九千万 你反过来想 能贪九千万 说明他们 上上下下都是为商家服务 为商家服务 才能从商家那拿到回扣 拿到好处 才能以权去摸私 去变现 那就说明阿里 上上下下都是以商家为优先的 如果他是以用户为优先的 你说他能那么容易 一个小二只能贪一个亿吗 一年 这个很难的 你以商家为优先 商家赚钱 商家给你贿赂 你给我三个链接 你给我一个好处 一个照顾 我就能送你两百万 因为我能赚回来 我一年从里面能赚五百万 一千万 我送你三百万 不算什么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逻辑 就在这种商业环境下 那小二他才能一年贪九千万呢 这个小二难道只有一个吗 不可能的 那现在你反过来了 是用户优先 用户不可能给你小二钱的 对吧 我在里面买东西 我得到实惠了 我还给你小二反典吗 给你发红包吗 这 第二个 用户得到实惠好处 商家利润就薄了 他就撞不到什么钱 商家撞不到什么钱 他就不可能给小二送那么多钱 你看看啊 拼多多也有贪污腐败 绝对没有阿里这么厉害 他肯定也有贪污腐败的 那商家也给小二 恐怕也要送钱了 但是我想啊 他不可能跟阿里这么触目惊心啊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送 一个商家被你拼多已经压榨的 处在那种鸡肋状态 做还也不赚什么钱 不做挺可惜的 变成这么个状态 这个时候你还让他送钱 他送不了了 就是压榨的极致 所以我说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从这个就可以看出 阿里啊 他小二的钱 商家赚的钱 说白了不就是用户的钱吗 无非他怎么分而已 小二通过贪污的手段 多分了 如果小二不贪 这些钱都是商家的 那谁出的呢 不就是用户吗 所以他以前是以商家为服务对象 没毛病吧 那现在以用户为对象 那大家就能理解 这些小二想赚钱难了 阿里巴巴这些员工 你只能靠工资 奖金赚了 灰色收入越来越少 甚至没有了 那灰色收入越来越少 事实上说白了 还是阿里的待遇在下降 阿里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 就没有以前那么赚钱 员工啊 那阿里的员工20万 收入灰色收入急剧下降 那不就是下降吗 收入下降 你说过期网红城市杭州的房价 还能顶得住吗 顶不住了 蔡重信 吴永敏他也坦诚啊 在过去的25年里面 阿里巴巴经历不断成长 出现了一些大公私病 他们同时表达了 将积极对大公私病开刀 保持创业精神的决心 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 这个阿里的大公私病 这个不以阿里创始人的意志为转移 就是说一个企业 他做大了 他就有大公私病 谷歌有没有 英伟达有没有 特斯拉有没有 苹果有没有 都有大公私病 但是这些公司 大公私病 为什么影响小 还没有要命的地方 就因为他们的护城河高 他们有核心技术 有专利 有一技之长 就是别人想模仿也模仿不了 所以他有足够的利润 他有足够的空间 他有足够的市场 让他生大公私病 而且还不致命 大公私病就是 一个普通员工的 一个什么东西 到库克那儿 恐怕要走一个月 这就是大公私病的一种 一个决策 从他产生到落地 恐怕要一年 明明这个项目不好 说把它取消掉 恐怕也得要一年 这就是大公私病 他的反复论证 他的走流程 他的各种程序化 小公司 老板一拍脑袋 只要老板想明白了 第二天就改 就是大公私病 它是一种必然 阿里20多万人 你说怎么管 都向蔡重信汇报吗 显然不可能的 对吧 他得层层汇报 那我们反过来说 阿里向大公私病开刀 就意味着效果 不会有效果 记住了 这是宿命 阿里要想活 就得凭一技之长 你记得有核心竞争力 你记得有你的护城河 而不是治大公私病 因为大公私病是必然 你也治不了 如果你要冲大公私病 开刀 记希望 把大公私病治好 然后阿里能活下来 那这个路就走错了 就是大公私病要治 但是你不能指望着 治大公私病来 把公司救活 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吧 要抓住主要矛盾 阿里活不好的主要矛盾 不是大公私病 大公私病只是表象 核心还是你的主营业务 不行了 你的主营业务不行 大公私病是原因之一 但不是根本原因 应该这么理解 如果大家最近关注这些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这些大厂动向的话 应该能感觉到 这些大厂 这些头部企业 现在是如临大敌 任正非说的 让含义传遍每个人 似乎正在发生 每个人都已经感受到含义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来了 我还是那句话 当阿里度 京东这样的企业 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 就意味着啊 其他的公司日子更难过 这些大公司都扛不住的时候 那些小公司怎么可能扛得住呢 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